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比亚迪在墨西哥市场以及拉美市场的发展现状 您好 主持人 谢谢您的提问 作为新能源整体解决方案的开创者 比亚迪的目标是将道路交通领域所有拥有的地方全部用电解决 如今 比亚迪新能源产品已遍布包括巴西 墨西哥 智利 哥伦比亚 乌拉圭 巴拉玛 哥斯达里加等在内的近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得到了各国政要的广泛关注和各国民众的普遍占语 在拉美市场 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比亚迪是全球唯一一个提出全产业链加全市场战略的企业 比亚迪也是全球唯一一家掌握电池 电机 电控 以及车规及半导体等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核心技术的车企 比亚迪自立于在围绕道路交通领域的七个常规领域 以及四个特殊领域来推广新能源汽车 将电动化进行到底 目前 包括新能源商用车 乘用车 云轨 云巴 光伏 储能等新能源交通产品均在拉美受到广泛好评 市场表现突出 以纯电动大巴为例 截至目前 比亚迪在拉美累计获得超过2000台纯电动大巴订单 在哥伦比亚 比亚迪电动大巴的市场份额占比超过96.5% 在首都波哥大地区 市场份额更是高达99% 在智利 比亚迪电动大巴的市场份额占比也超过了56% 在乘用车领域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 比亚迪一直致力于乘用车在拉美的推广 近年来 比亚迪顺应汽车行业发展趋势 果断将赛道切换到了新能源汽车领域 目前 比亚迪纯电动旗舰轿汉EV 纯电动旗舰SUV唐EV已在拉美多国浪向 并且包括在哥斯达利加 哥伦比亚 多米尼加 巴哈马等拉美多国正式上市 填补了拉美地区纯电动乘用车的高端市场 为当地民众带来新的技术 带来新的技术与绿色出行的高端驾程体验 持续推动拉美的交通电动化发展 在墨西哥市场 比亚迪墨西哥分公司至2013年成立以来 一直致力于用零排放电动物流解决方案 重塑墨西哥运输业生态 墨西哥城是墨西哥的首都 GDP也占据了整个墨西哥的半壁江山 也是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 一直以来 墨西哥城空气中的细颗粒物PM2.5%的20% 都来自交通运输领域带来的尾气排放 相较于传统柴油卡车 比亚迪纯电动卡车可以减少近40%的碳排放 比亚迪作为墨西哥新能源物流整体解决方案的开创者 同包括可口可乐 卡罗拉啤酒 Group Modelo等墨西哥各大行业巨头深度合作 将在2022年累计投放近900台纯电动物流车 这批拉美最大的纯电动物流车队 将会极大的填补墨西哥本地的新能源技术产业空白 同墨西哥市场可持续发展的领域深入契合 给墨西哥交通运输行业带来新的绿色动名 引引革新墨西哥的物流产业群 接着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